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学习表演的过程中 每当一个新的老师或者一个新的课程 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会感悟最多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老师讲的东西 或者说是第一次感受这个课程的魅力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每样东西 你每个听到的东西 你每个做到的这种训练 或者是老师给你的每一个notes 你都会觉得太受用了 太有帮助了 随着这个课程的推进 你的所学到的东西 和你的这种吸收的程度和新鲜感 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 你虽然每次你都会觉得还是有收获 但其实你会进入一种平静期也好 或者说缓慢的螺旋式的上升 其实你是在学到东西 但是你那种感觉是没有那么明显了 就那种情况下会令到你有一些疲惫 或者是那种感觉没有进步 或者是没有新鲜感 一旦换一个老师 或者是换一个课程 你又会突然发现 哇 这个老师说的跟以前的很不一样 并不是说是哪个好哪个坏 就是一种 在你进入一个常规的这种学习当中之后 从新鲜到开始慢慢习惯 然后慢慢吸收 突然又另外一个方向 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去给你一些指导 和传授一些新的概念 你就会突然又 哇 我怎么没有想到过 或者说是之前也想 老师也提过 但是他从这个角度说的时候 讲的时候 让我体会到了不一样的这种角度 或者理解 然后你会觉得 又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反正我有很强的这种感受 像之前的老师非常棒 一直也是夸他 就是非常感激他 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但这次我们的课堂里面 换了老师之后 现在是第二堂课 我是感觉特别明显的 就不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点评你的表演 和给你一些启发 作为一个演员 不管你是在拍戏的过程中 还是你在上课的过程中 你都是很幸运的 非常非常幸运 因为你这种接受不同的这种理念也好 表演的这种流派也好 或者是指导的风格也好 跟不同的人的那种相互的学习也好 都是独一无二 没有哪个行业 很少那个行业有 做演员有那么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做演员的话 你去拍戏的时候 你每拍一场戏 你每拍一部戏 跟的是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剧组 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人物 这也就意味着你体验了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故事 和不同的工作环境 对吧 导演给你的 不同的导演给你的指导 给你的这种体验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再去上不同的课 也是不一样的 哪怕你上一个长期的课 可能不同的老师 在一个 像我们这个课程是两年的program 在这两年的program里面 有不同的老师给我们上课 那你每次又获得不一样的收获 所以我就觉得做演员 太好了 太幸福了 先不管之前我讲的 你做演员可以去体验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人物 对于你个人的成长和学习来说 也是最棒的方式 我拍的戏越多 然后我学的越多之后 我就越觉得演员不是在演 而是在做 做一个正常的人 最近除了上课的体验的话 还有很多方面就让你觉得 做演员其实就是在做人 真的 只是你在尝试做不同的人 你的观察要更细致 你的知识要越更丰富 你的理解要更到位 所以 如果你做到这些 你是不是做人也会更厉害一点 就你 是吧 我就不用展开来去 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到 上个星期天我拍戏的时候 我有一段跟女儿的对话 就是在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吧 我应该是蛮emotional的一个对话 那我在演的时候 旁边的妈妈演员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平时跟你的孩子说话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就想了想 我就告诉她 她好像没有过这样那么 这种环境 没有那么深沉 没有那么好像感情丰富的说 她说对啊 哪怕是一样的情况下 其实你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你说话会更轻松 更简单一些 不会互作生存在那种 好像要去赋予很多情感在里面 其实不是的 她这么一说我就理解到了 那我们的老师也在说 你在演戏的时候 不要去尝试着去感受的什么东西 feel什么东西 如果你去在感受的什么东西 你这种情感在里面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在演 你就是想让观众知道你在表达什么东西 而不是真实的 也不是那种天然的 只有你去做 just do it do it before thinking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遇到这样的人 你会怎么跟他去说话 你会怎么 你的行为会是怎么样 就怎么去做 就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去做 那做的过程中 你再去调整 再去变化 比如说 有很多种方式去表现 一个老朋友来了 你可以是 一下就装出那种样 好朋友来了 这种不太生活 不太真实 真实的状况是 你就是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我走过去 拥抱一下 握一下手 这可能就很正常 但是剧情不是那么简单 剧情可能是你们两个字都有秘密 你有些事情隐瞒了他 他又隐瞒了你 然后你会发现 他的目光不一样 然后你的反应就应该不一样 然后你的语气 你的一切的行为就会跟着变 如果对方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继续藏着掖着的话 你可能要不然你很烦 你会觉得他不真诚 或者你会去 接入这些 揭开这个 大家不想捅破的窗户纸 所以这就有个 你主动 他被动 然后后来可能他反过来 他主动 他也反抗了 因为你在说他 他也在想揭露你的 然后两个人这种冲突 就真实的就来了 而不是说 演的时候我准备 应该开始怎么样 然后接着会怎么样 然后你按照这种设计好的去做 那一定是不真实的 一定是不好看的 一定是能看得出来是假的 OK 今天我就聊到这里 我觉得这两堂课给我启发非常大 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拜拜